混蛋 混蛋 当日姐姐明察秋毫 早已看穿高定王 性情懦弱反复 所以才坚决反对我下嫁了 而我 却被甜言溺于冲昏了头脑 倔强地不听她劝阻 执意要出嫁 惹得姐姐生信不疑 到最后 我都闹脾气 不肯跟她多说一句 没想到 那就是我跟姐姐 最后一次相见 姐姐 说对不起你 我好后悔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上来 我一定要把那些被害陷害你的臣子 都送向九泉 让他们在你面前忏悔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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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到你 我好想到很少 请恕奴才余鲁 皇上何以常有微服出巡之念 民为邦本 本故邦宁 朕定必要亲自体察民情 从而实行立民扶贫之策 皇上英明 皇上爱民如子 不惜放下身段 倾听百姓之言 实为社稷之福啊 你先在此等候 朕也过去看看 遵命 这敌因怎会如此熟悉 是谁在吹奏 简直跟我平时听到的一模一样 而回缓转折之处 却又有着独特之运 轻易之外 更添几分哀买 想必吹奏之人 必定有极为伤心忧忆之事 请恕在下冒昧 刚才听到有人吹奏乐曲 曲子可是天涯恨 词曲幽怨低回 如器如束 我想即便是铁石心肠的人 也会被词曲打动 公子一语道破 定是知音之人 这正是词曲微妙之处 今天我就以曲会友 再为公子吹奏一曲 那多谢姑娘 请不吹奏 请不吹奏 这儿居高临下 城中的美景尽收眼底 果然是个好地方 皇上再领此地 莫非是喜欢这里的景色 看来又是白走一趟呢 我们走吧 这儿居高临下 这儿居高临下